太可恶了 小乞丐捡到了个苹果 却被爸爸一把抢走 他都快被饿死了 而爸爸却不管不顾 无论逃到任何食物 都不给儿子吃 还叫儿子看着自己吃 哪怕是别人给的一瓶水 爸爸也不会和儿子一起分享 就算逃到钱 爸爸也不给儿子买任何吃的 直到这天 一个女人给了小乞丐一块面包 爸爸还是照例抢走 自己吃 还不停地骂儿子是废物 女人看到了这一切 她并没有愤怒 而是从包里拿出了一打钱 递到了爸爸的面前 她看出小乞丐很善良 决定收养她 看到这么多钱 爸爸瞬间眼睛瞪得比牛都大 尽管儿子还是不舍 但爸爸却觉得钱比儿子重要 就这样 女人把男孩带回了家 还精心照顾 然而等他们再次见面时 爸爸已经快被饿死了 没有了儿子 别人也不再同情他 这个小乞丐就快被冻死了 别人丢给他钱 他却舍不得买衣服 这时一个男人路过 看他可怜 就把自己仅有的十块钱 送给了乞丐 结果却出现了奇迹 男人走后一摸灯 又出现了十元 更神奇的是 只要他拿出十元 就会出现下一个十元 男人开心极了 他打算把钱全部送给小乞丐 可低头一看 原来刚才是自己的梦 眼看自己根本没钱 男人把衣服脱了下来 送给了男孩 虽然并不合身 却无比温暖 而男人只能在零下40度的天气 只穿着一件衬衣回家 而小乞丐路过一家服装店时 因为好心帮店主捡起了衣服 店主送给小男孩一件 极为温暖和身的衣服 小乞丐又赶紧找到了男人 把衣服还给了他 原来温暖真的可以传递 而这一切都与金钱无关 那么你愿意做那个温暖的人吗 懦弱的男孩刚又吃饭 却被身后的坏小孩 用纸团打中了脑袋 小男孩并不想理他们 刚又换个位置 那个坏小孩又伸出了一只 48号的大脚 狠狠地绊倒了小男孩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被欺负的小男孩 在不久后会成为拳王 而坏小孩们看见他愤怒的表情 还来尽了 他们又拽起小男孩 更加疯狂地欺负他 直到小男孩服软 他们才可以放过 小男孩难过极了 自己连一口饭都没有吃上 就只能挨着饿回家了 可妈妈却发现了异常 小男孩一抬头 妈妈就被震惊了 于是赶紧为小男孩 报名了空手道来练拳 开始的时候 小男孩根本不堪一击 对手只要轻轻一用力 就可以打倒他 而且训练极其辛苦 每天要打500个篮球 还要用力拍沙袋1000下 懦弱的小男孩 每打一次沙袋都感觉剧痛 但每每想到 自己曾经被欺负时的无助 小男孩还是咬牙坚持训练 很快小男孩就在拳管里 学会了勇敢 面对再强悍的对手 小男孩也不再害怕了 而是找机会打败他 他终于成功了 当他再次来到那个快餐店 又碰到了坏小孩时 小男孩不再懦弱 而是一把拽住了坏小孩 狠狠地将屈辱还了回去 但这一切都是小男孩的幻想 因为妈妈曾经教导他 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学武术是为了强身健体 和更好的保护自己 小乞丐意外拥有了超能力 碰见暴躁的人 他只要一伸手 男人就会立刻静止 又一伸手 男人就会忘记 刚刚所有的不愉快 开始的时候 他还有点不相信 直到看见个小女孩 把自己的冰淇淋摔到了地上 又十分难过 他就想如果时间 能够倒流就好了 没想到他手一挥 就是成功了 于是善良的他 就开始助人为乐 看见顽皮的小男孩摔伤 他也会尽力去阻止 可能发生的危险 遇见路人在争吵 他会尽力制止 让他们和平处理 直到这天 一个女人不小心 在马路上出了事故 被善良的小乞丐看见了 他用尽所有的力气 想挽回女人的生命 可他万万没想到 女人是得救了 但他却受了重伤 因为每用一次超能力 就会让他的身体痛苦一分 可他还是喜欢去帮助别人 遇见一个女人被劫匪盯上 小乞丐会不顾自己的安危 使出超能力 三圈一脚就制服了男人 他还报了警 坏人被抓走了 但他也暴露了自己 某M组贞的坏人 想要抓走小乞丐 去做小白鼠 却被意外出现的男人救了自己 还因此丢了性命 小乞丐伤心极了 为了能挽回救命恩人的生命 小乞丐跑到了最高的天台 用尽自己浑身的力气 让时光倒流 小乞丐还来不及缓解疼痛 就在男人还没有出现时 发现了那个组织的坏人 小乞丐一把抓住了他 还把他打倒在地 终于坏人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好人也在最后 还生活在快乐和幸福中 小乞丐开心极了 所以请相信 善良的人都会被世界温柔以待 这个小男孩第一天上学 就因为不穿校服 挨了老师一个手把 可第二天男孩还是不穿校服 老师又给了他一个手把 可男孩就是不听话 整天上课不穿校服 来气老师 姐姐呢 老师也对他失去了耐性 直到这天 老师发现了他的秘密 原来男孩是个孤苦的孩子 只有爷爷和他相依为命 爷爷又在不久前受伤了 这直接导致 小男孩不仅要独自撑起这个家 还要为了不惹老师生气 赚钱来摆校服 于是他每天放学 都会去大桥上 为别人擦皮鞋 小男孩很卖力 他期望能让爷爷吃饱 也能赚更多的钱 到了周末 他就会去修理厂打工 做一些本不是这个年纪 能做的粗重工作 下午还要去大市场 收卖些廉价的物品 虽然很苦 但小男孩热爱生活 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可直到晚上结算 小男孩赚的钱 也只够买一张饼 但小男孩还是高兴的 买给了爷爷 能和爷爷一起吃饭 是小男孩最幸福的事情了 但小男孩的辛苦 老师看在了眼里 他很后悔 自己一次次的惩罚男孩 所以当男孩又一次上学 没有穿校服时 老师送给了他一件 从此小男孩不会畏惧艰辛 他会用自己热爱生活的态度 克服一切困难 这个小男孩已经十天没有吃饭了 因为他的饭盒是空的 所以每次到吃饭的时间 男孩都找借口去喝水 但这次不一样了 等他再回到教室时 就发生了奇怪的事 饭盒里居然装满了食物 原来是每个同学都奉献了爱心 而且大家都没有用有色的眼光 看待他 原来每个人的一点温暖 就会填满男孩全部的爱 所以你愿意做那个有爱心的人吗 小乞丐在路边睡觉 女人却用瓶子猛砸他 这到底是咋回事 原来就在几天前 小乞丐在女人的车边休息 却遭到了他的嫌弃 于是就愤怒地担走了他 可第二天 女人惊讶地发现 小乞丐居然直接躺到了车前 这是要碰瓷吗 女人怒了 拼命地用瓶子砸他 可小乞丐就是不死心 第三天 他又跑到车边睡觉 女人彻底怒了 于是就用脚踹的 还用水猛泼他 但小乞丐却一直默默忍受着 可女人不知道 小乞丐其实在保护他 原来女人会经常把车钥匙 忘在车里 被小乞丐发现后 就想着帮他看车 但女人却一点没有察觉到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女人只要发现 小乞丐在自己的车旁 就会更加用力地用脚踹 用水泼 他总以为小乞丐不怀好意 直到这天 一个小男孩的球 滚到了女人的车子下 小男孩为了捡球 还钻了进去 就在这时 女人刚好要开车出门 千军一发之际 小乞丐不顾自己的安危 拦下了女人的车 这可把女人气坏了 心想着小乞丐 怕不是上天派来惩罚他的 但丹丹看到车下的小男孩 顿时呆住了 抱起来一看 居然还是自己的儿子 原来是自己误会了 小乞丐的善良 想着自己以前 那么残忍地对待他 女人不仅留下了 悔恨的眼泪 但小乞丐却从不要求回报 他只是想用自己的善良 将爱永远传递下去 小乞丐已经三年没有吃饭了 却在这天 捡到了一瓶过期的罐头 他赶紧打开他冲击 这一幕恰好 被一旁车里的小男孩看到了 小男孩请求自己的父亲收留他 为了让儿子不再过躁自己 打扰他的工作 爸爸答应了他 还把小乞丐带回了家里 小乞丐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漂亮的房子 开心极了 小男孩也为了欢迎他 还拿出了自己 最喜欢的一套衣服 梳洗后 小乞丐摇身一变 居然成了少爷 从此小男孩和他一起吃饭 一起去户外玩耍 看着儿子这么开心 爸爸也很欣慰 为了让小乞丐陪自己打游戏 小男孩还为他准备了手机 小乞丐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无比的激动 但好景不长 这天却出了意外 突然有事的爸爸 只留下小乞丐一个人在车上看车 可他却打起了游戏 丝毫没有注意到 男人的钱包已经被小偷偷走了 等到男人回来 却怎么都找不到钱包 而车上只有小乞丐一个人 于是就断定 一定是小乞丐偷偷的拿走了 并藏了起来 男人十分愤怒 还撵走了他 可怜的小乞丐 不得不又一次过起了流浪生活 直到这天 男人又一次被小偷盯上了 为了抢他身上的钱 还拿出了武器 就在这时 小乞丐居然不顾自己的安危 直接扑了上去 还咬伤了小偷的手 最后男人一拳打倒了他 就在这时 男人发现了自己那个丢失的钱包 里面还有自己的照片 原来是自己错怪了小乞丐 他十分后悔 所以生活中 你可能会被误解 但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这个爸爸太可怜了 为了能让儿子上学 连一双鞋都舍不得买 更可怜的是 因为自己腿部受伤 爸爸只能每天 在零下50度的天气里 穿着拖鞋 去路边为别人擦鞋 来赚取父子俩的生活费 孝顺的小男孩 特别心疼爸爸 他想为爸爸攒钱 买一双舒服的鞋 从此 爸爸只要给小男孩零花钱 他就会攒起来 放在一个捡来的瓶子里 看见别的小朋友在吃冰淇淋 他也特别想吃 但想想 爸爸当双只能穿拖鞋的脚 小男孩就放弃了 他死死的赚着零花钱 他一定要实现 那个给爸爸买鞋的愿望 于是小男孩开始在放学后 偷偷的捡瓶子卖 到了周末 就去菜市场里 卖一些廉价的小物品 终于在一个月后 他攒够了钱 小男孩去商店里 挑了一款最适合爸爸的鞋 拿回家里 偷偷放在自己家的门口 最后瞧瞧门就躲了起来 爸爸打开门的那一刻 都惊呆了 他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馅表 但鞋的芝麻又和自己的刚刚好 就在他纳闷的时候 突然看见儿子就在不远处 老父亲终于明白了一切 他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爱是相互的 无论贫穷富贵 我们都能感受到幸福